间谍情深太太勇敢捐肾 投身偏向花莲玉里荣民医院妇产科的医师郑银豪 9年前因为工作忙碌加上免疫疾病 面临洗肾危机 妻子吴怡玲不忍心丈夫饱受疼痛 决定把自己一颗肾脏捐给她 非直系血清的两个人 不仅基因配对成功 术后也恢复良好 郑先生也承诺会妥善保养妻子的肾脏 持续守护花莲南区的患者 投身偏向花莲玉里荣民医院妇产科的医师郑银豪 9年前罹患慢性肾脏病 肾功能只剩三分之一 一段时间保养 但今年初发现水肿 尿毒素上升 疲倦等状况明显 医师评估若不进行肾脏移植 很快得面临洗肾 于是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妻子吴怡玲讨论移植手术 吴小姐毫不犹豫答应 身体健康检查配对等过程也顺利完成 日前华莲慈激医院举办器官移植成果分享会 分享这对间谍情深的夫妻情怀 又是做医生的工作 又必须要直办 然后病人有时候也是 像有时候半夜或什么打电话来 问他一些病情啊 或者是需要他好紧急要接生啊 可是他有时候半夜就出门 尤其他那时候肾衰竭的时候 他睡眠特别的不好 我其实从这样看来九年这样 我就觉得就很担心这样子 然后万一他每况愈下 那我就想那我跟孩子怎么办 然后那时候也是 他第一时间跟我讲 其实我是没有犹豫啊 我是就其实那时候 他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好 那因为这个手术基本上 我们在这家医院已经执行了 快80例了 从开院到现在 那尤其是 我执行这个手术大概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那中间也曾经出国进修 所以对这手术把握性是比较高 没有错 那多少会有压力 但是还是很顺利的把他拿下来 那过程其实都蛮稳定的 所以我们 所以说那拿下来的时间也很快 那他缺血缺氧时间非常短 我们在很快的时间就另外一边都准备好 那直接就确认好血管 直接就种上去 不用像说我们去做大爱捐证的时候 需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要传送要等病人这些时间 那所以才能够造就说这个 其实受症者能够恢复的很快 其实他就是一些比较疲劳 然后头痛 睡觉睡眠品质比较不好的状态 那一般人都会觉得那个就是自己太累 有时候就是 吃点止痛药或者是吃点保养品以为会好 我当时也是这么做 但是后来就是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那其实我是带小孩到澎湖去玩的时候 坐了一趟飞机 结果整个是头痛到不行 我才在那边在急诊室就诊抽血 才发现肾脏功能已经剩下原本的三分之一 所以肾脏的疾病的发现跟保养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那这也是造成说台湾就是肾脏病的发生率这么高 而且起身病人都是到起 几乎要到起身才被发现的原因 那我自己生了这个病之后 我大概在诊间 我对于这些症状或者是抽血咽尿报告我也会比较敏感 如果这些病人有一点点小小的发现 我就会强烈的建议他们 赶快去肾脏科去追踪 那也希望可以尽量早点让他们发现这些问题 肾脏是默默工作的器官 化连磁院器官移植中心团队 把握活胜移植换胜时机 采用内视镜手术 手术时间短伤口小腹圆快 素症者七天出院 军症者第三天就出院 移植至今半个月 郑银豪恢复状况良好 吴小姐的左肾成为守护丈夫的右肾 郑银豪感谢妻子帮助她回到岗位 持续守护偏伤患者 未来也会好好保养妻子的肾脏 记得长方夜环连事报导